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能夠和大家推介一本書 在我介紹這本書之前 想問大家一條問題 你們有沒有試過家裡有人來探你 會不會是你的親戚朋友 會不會是表哥 表姐 表弟 或者表輩 是不是想起都覺得很開心 今天老師就想推介一本的圖書 名字是《透明人來我家》 這個《透明人來我家》 表現這個《我》 他會覺得很開心 很驚訝 或是他覺得很害怕 那就讓我們來看一看這本的圖書 《透明人來我家》 晚飯的時候 發現旁邊坐了一個透明人 透明人咕嚕咕嚕地吃著我的 炸豬扒 高麗菜 改大味噌湯 還有白飯 因為飯菜不是透明的 所以透明人吃了在肚子裡的食物 全部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嘩 你看他吃了多少 透明人吃了大部分的晚餐之後 他就露出一念的滿足 慢吞吞地走了去另外一個地方 他走了去哪裡呢 而我就想去客廳看電視 但是就發現透明人正是舒舒服服地 躲在客廳的梳化上面 嘩 你看他肚子裡的食物 已經慢慢地消化了 看起來好像一團的爛泥一樣 看起來好像一團爛泥一樣 看起來好像一團爛泥一樣 後來我就走了入浴室 透明人都跟了進來浴室 透明人都跟了進來浴室 他的晚餐已經變成大便了 我就說了 透明人你可以進來洗澡 不過請你先去廁所 大便完了再說了 透明人去完廁所之後 腹裡已經沒有大便了 他洗完澡之後 透明人就很精神 他還很舒服的樣子 那天之後 透明人就再沒有出現過了 不知道 為什麼 我有點擔心他 究竟透明人有沒有再出現呢 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 有一天 媽媽就看看冰箱 她發現裡面有些東西不見了 哎呀 蛋糕不見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這個時候 門開了 蛋糕飄了進來廚房 是透明人 只有我才看得見透明人 媽媽是看不見的 所以她就嚇了一大跳 蛋糕為什麼會出現在這種地方呢 媽媽很想把蛋糕放回到冰箱裡 但是她失極都失不進去 媽媽就唯有放棄 她把蛋糕放在桌面上 媽媽很不明白這樣說 真是一個很奇怪的蛋糕 而吃了蛋糕的透明人 看起來就很滿足這樣 沒有多久 透明人就睡著了 半夜 我偷偷地看透明人 發現她吃了的蛋糕 已經變成了 什麼呀 已經變成了大便了 第二天早上 媽媽正是要去廚房做早餐的時候 她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 她看到一粒的大便浮在半空中 為什麼會這樣 於是我只好把透明人的事 告訴媽媽媽 但是媽媽她不相信 你們想不想知道故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請大家都去圖書館借這一本 透明人來我家 你們自然會知道結局是怎樣的了